这是喜马拉雅岩 它并非来自喜马拉雅山 而是在186英里外的科乌拉盐矿开采的 喜马拉雅岩来自6亿年前 结晶的古代海床残余物 这列火车将矿工带到25英里外的矿洞内 里面的温度始终保持在18摄氏度 300名矿工在这个黑暗的矿洞里工作 他们仍采用简陋的工具进行人工开采 而且每次也只能开采出一部分的盐矿 其余的用于结构支撑确保矿洞不会坍坦 拖拉机每天将喜马拉雅岩从矿洞拉到山下 工人仔细地挑选出形状和颜色较好的盐块 然后用手或者起重机将这些盐块装上卡车 将它们送往加工厂 工厂对盐矿石进行深加工 把盐矿石加工成灯饰 刚开始大部分工序都是手工完成的 但机器的引进加快了制作的过程 他们根据订单的需求将盐块转换成不同的形状 接着将灯饰涂上凝胶以防止湿气与盐发生反应 最后将它们收缩包装 这些12到15公斤范围的块料都是被送入研磨机 把它们分解成较小的盐 然后由工人称重并完成包装 接下来一起去了解鸭绒是如何制作的